佐敦限制區繼續圍風 限制區內的居民禁足的生活是怎樣度過的呢? 除了食物,有居民還想工作人員幫他買一樣東西 又在封鎖區內的劉偉澤說 封區的生活是怎樣? 看他們表情就知道了 有人做本,自然沒有禁換 工作人員都感同身受 難得在圍城相遇都算是種緣分 做完檢測大約20個小時之後 我收到短訊通知 結果是陰性,但都要留在酒店範圍裏 跟我一樣,住在酒店裏的還有陳先生 他的房間裏只有熱水煲,沒有其他路具 最初是給包裝麵,要煮的 昨天有罐午餐肉開不了,沒有拉蓋 更加不用吃 市民裏面實質是沒有甚麼生物 你知道嗎? 我為何會說現在比難民壞呢? 工作人員前一天說 收到陰性結果可以脫手帶 他打算問清楚,不過二線電話繁忙 打結都沒有人聽,所以決定下樓問一下 陰性可不可以脫? 他說可以 其實我昨天晚上真的太不舒服了,我正常 我找回負責同事回家 對完陰性結果的資料之後,會處理手帶 解釋清楚手帶上面不能脫下 居民還有其他訴求 可不可以當我買淡酒煙過來嗎? 你怎麼吃? 你怎麼吃? 過了又不用,過了 過了 你要牙整晚的 工作人員最後把物資放在酒店門口 但就不包括煙仔了 有線電視記者劉偉澤報導